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不喜欢中国呢? 美国打压中国是为了防止中国超越美国 除了美国,其他那些早被我们超越的国家 为什么也不喜欢我们中国呢? 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不同吗? 这只是借口而已 真正的原因是经济 说通俗一点就是因为钱 西方那些发达国家在我们整个清朝三百多年间都在搞工业技术 而我国几乎整个清朝时期都还沉浸在农业生态循环中 不愿意革新 所以西方那些国家在工业技术方面有先发优势 他们掌握了大量的科学技术 即便是欧洲的那些小国 也能靠一两样先进的技术赚大钱 比如荷兰的光刻机,瑞士的手表等等 他们依靠这些独门技术过上了富裕舒适的生活 在西方发达国家 他们的工程师依靠专利技术垄断 能拿到很高的工资 一周只工作两三天满世界带薪度假 比如那个挖掘隧道的那个盾购机 起初德国的盾购机价格3.5亿一台 卖给我们一台7亿,并且所有的后续维修和维护 都必须由德国工程师 坐飞机从德国来中国维护 我们必须报销这些人员的所有拆旅费和招待费 工时费,这些要按照德国的标准算 而且维修的时候中方人员不得在场 所以对于当时德国的这些工人来说 来中国出差是趟美差呀 免费吃喝游玩 最后还拿着个十几万欧元回去 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知道了西方那些发达国家为什么不用加班 还有各种带薪休假的原因了吗 他们呢,就是利用这些技术收割全世界 但如今中国人终结了他们的垄断 中国人太爱学习了 爱尊严,关键是勤劳不怕苦 河南研究出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顿购机 每台只需要2500万 不仅填补了国内市场 还占领了65%的全球市场 那些德国工程师带新来中国免费旅游的好机会呀 戴然而止 如今我们中国制造业突飞猛进 已经不再是模仿和仿制了 我们已经在搞自己的专利技术 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有很多的高新技术规划 我们用40年的时间开始突破西方积累300多年的技术壁垒 这是根本利益之争 我们也想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每天工作8小时 每周只工作3、4天 还可以有年假的日子 但是这就等于淘汰了他们的存在 你想他们能开心吗 他们能喜欢我们吗 那些西方国家为了压制我们 挖空心思发动舆论战 抹黑我们人民 抹黑我们的国家 目的非常明显 就是让我们放弃搞科研 担心出卖廉价劳动力 被他们世世代代不幸压榨 但是我们中国人是越压制越强大呀 面对他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说我们污染环境的指责 我们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咬牙完成了环保指标 保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还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 一下把压力转给了欧美 倒得美国强行退出了京都协议书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 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过上高水平的生活 对西方国家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没有办法 我们中国人辛苦创业就是为了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 你们什么都不干 还想盘剥我们的时代结束了 下一个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这不仅是天道轮回 这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努力的结果 虽然目前我们都还在努力中 但只要我们相信自己 坚持十年 最多二十年 悠闲地拿着高工资游历全世界的就是我们中国人